贴膜相信是不少车主们买车后会做的事 毕竟在天气炎热的地区 没有隔热膜 分分钟会变成烤肉 当你买车的时候 一般销售人员会赠送贴膜 先不管什么品牌的隔热膜 通常都是有防UV 隔热 防暴等用效 最主要都是看隔热膜的价钱 由于一部车通常一开就是57年 所以选择合适的隔热膜 这些钱省不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些 为爱车贴膜应该注意的几件事 隔热膜最大的功效自然就是隔热 一般是质量好的隔热膜 不仅可以有效的反射紫外线 同时还可以降低热辐射 相对的经过一天的暴晒后 温度也比较低 上车时候温度低 一上车冷气就不需要开了 那么油耗自然少了一点 此外减少UV紫外线 同时也是贴膜的一大功效 虽然说UV可以杀菌除臭 正如我们经常困搭衣服 背单晒太阳的道理一样 不过如果晒的太多 是纯透明的 有绿色蓝色也有黑色 对于追求隐私的网友们 选择深色的隔热膜 确实能够提定一共的隐私 而贴膜应该注意的几件事情 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不要贪便宜 市面上不仅隔热膜牌子多 而且数据展示方面很多种 虽然大牌子贵 不过有品质保证 一不小心买到劣质的隔热膜 一年半载 浇水不好就开始出现气泡 是非常烦心的一件事 防暴膜也有很多种 好的防暴膜 柔层塑料交合而成 其张力极强 能吸出一定的撞击力 减少玻璃破碎的机会 即使玻璃破碎 也能有效粘住破碎的玻璃 避免玻璃碎块 刺伤成壳 隔热膜不要太过于黑 为什么呢 虽然黑色的隔热膜隐私效果好 别人看不到车内有什么 不过相对你的车外事业也减少 非常不利于夜间行驶 夜间路边的车辆 有车灯当然没有问题 但对于没有光源的物体 比如行人或者脚踏车 就会增加行车安全性 顺便说一下我国 关于贴门的最新法规 前挡方玻璃 很用于观察后视镜的车窗区域 透光度必须大于70% 所有车辆车窗 禁止张贴镜面反光遮阳膜 否则车辆粘神的 将无法突破